12点钟欢迎回到非凡场先报的现场 台股今天又回神开高 虽然在早上一度有稍有一点点的震荡 但是随后买盘又立即性的开始进场 承接让指数持续的向上走扬大涨超过200点 盘面上面几乎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那当然以最强的还是在AI跟网通身上 那只有AI跟网通可以来做选择吗 不尽然哦 今天盘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个股 非常多的产业题材 默默的都有在创高点 人气聚焦在哪里 我们从多方面帮大家抓出来 这显见出来盘面上面真的很火热 其实可用之兵真的非常多 不尽然真的一定要看AI的身上 那有哪些呢 我们从周转率还有这个量价关系 帮大家选出今天的强棒 五档个股先提供给大家 上全好上全3363的上全 盘中换手超过三成之多 这属于网通相关的个股 协议机协议机在前一波 这一波真的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最近因为有公告出来的六月份 营收呈现双减了 所以连续性的修正之后 今天又终于见到回头 手回到月线上方 再者看到刚刚点到的网通代表个股 仲奇今天再跳空网上 电高工涨停 外资近期连三天 持续的做加码 外资还在力挺之下 仲奇是不是还有继续攻坚的空间 还有再者看到星云 第二季的获利非常的漂亮 全年营运创高在握 好再者是因为刚也讲到 下礼拜台积电要召开法说会 对于相关的设备个股 是不是有推升的空间期待性呢 最后则是高级 客户的新车款开始推出来 下半年的营运动能是畅旺的 好各有不同的产业 其实股价大家都是默默在创高 怎么来做选择 哪些产业面 接下来真的有持续强恒强的可能性呢 要来请教的是林汉伟分析师 汉伟你好五安 先帮我们看一看协议机 协议机在前一波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因为最近有公告出来的六月份营收 是呈现双减 让股价稍有回落 而今天终于见到指跌回升 手回到月线上方 这显见出来 关于六月份营收的冲击 是不是消化完毕了呢 我觉得短线上来讲 它是这种击涨之后的一个 所谓的筹码凌乱的拉回 但协议机毕竟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它的技术线形还是在月线附近 那月线呈现所谓上弯的格局 所以我代表短线上来讲 今天的一个反弹 我觉得比较偏向就是 基础性的反弹 应该不是说它的一个 所谓的大幅度转机出现 比较明显的诞争 因为协议机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它是比较偏向 因为整个AI的伺服器当中 涨到所谓的AI伺服器的机壳 所以像这个相关的机壳概念股 最近都创下波段新高 最近都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大家把这个资金就转性到 那做这个机壳冲床的协议机 看起来是不是有机会 所以这一波协议机就是因为筹码 被这种特定的资金锁入之后 连续往上拉高 但你如果说看它的现行的部分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 之前它大概在7月份的一个波段起张点 所以有点类似这种V型的肩头反转要往下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手上有的人 还没有出的话 可能大家把这个月线的关卡 当做重点的关卡指标 如果月线也失手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它的一个风险会变得比较高 因为低档人家是差不多 15块以下只能买的 那现阶段就算卖30块 他们也是大不足的获利 所以我觉得比较会偏向就是说 你说下个礼拜回来 协议机有没有机会 持续出现一些反弹的情况 那我觉得可能就要看到相关的一些 所谓的伺服器机壳的概念股 有没有一些所谓的转强的态势 那你今天可以看到类似所谓的 尾讯昨天的一个涨停板 那今天也是整天拉回 那昨天像很多这种所谓相关机壳股票 在盘中我觉得也是有这种 所谓的往下压的一个态势 所以代表说整体上在这个相关的 伺服器机壳这个区块 不然涨多 那有些资金松动 所以在整个出去没有转强之前 我觉得协议机可能这个价位上面 也许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多空防守点 那可能你要去抢拉反弹的人 一样就是你现在进场 如果跌破月线关卡的话 可能还是该要做一些停准出场 或小飞出场就是目前操作上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看到比较强的可能类似所谓的重期 那重期当然以他现阶段的一个走势上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强劲 基本上就是连续在往上拉高 那当然因为这个所谓的拜登对于网通股的一个基础建设上的题材 虽然说重期他上半年的营收数表现并不太漂亮 但毕竟最近法人是持续站在买方 所以这种法人的一个所谓筹码推升底下 但我觉得可能都还有一些所谓的比较偏向多方的攻势 那因为重期以今天的股价 大致上从低档这样很快大概六月底消息传出来之后 先一段这样涨幅我觉得是非常的可观 所以一般来说我觉得下个礼拜可能你手上有的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毕竟他已经连续有在出量了 所以出量创高的股票我觉得容易出现震荡 那手上有出现报答量而不涨的时候 我觉得先做一些会了解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如果空手的人的话 那这个价位点上面我觉得去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那尽量大概是等他有一些量缩拉回承接 你看到重期其实这一波 七月初涨了一波之后 大概在上个礼拜他就是在高档成员很像盘整 但达到无线关卡 那边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低下的买点 所以如果说下个礼拜他只要不要出现比较巨量的转落之前 那也许这种无线慢慢靠到所谓的一个高档位置点有拉回 我觉得进场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另外看到在星云 那其实今天在这个相关的台积电的一些设备的股票表现都非常强劲 从万润从星云从红树等等 那有一部分当然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台积电股价重新转强 所以对整个台积电相关概念股会给予比较高的一个评价 所以最近你可以看到类似这种低档转强的中砂 今天也是两根涨停板 那原本强势的万润今天也是在创下这波段的一个高点 那我觉得这些股票但在短线上来讲都还是有一些所谓后续补涨的空间 因为台积电是下个礼拜四的法说会 那就以往我们所熟知的关心就是说 这些相关台积电的设备啊股票啊材料股票 在法说会之前应该都会有一波的一个上涨 因为每次大家都会去期待说台积电接下来 他可能明年要扩增他一些相关的资本支出 他可能明年或说接下来在欧洲啊 在一些相关的国家邀请他去建厂设厂的一个题材 对他相关的一些供应链来讲 我觉得都会有些利多的期待性 所以在下个礼拜三之前 我觉得这些股票一样 就是说只要不要说高档大幅度的爆量下跌 那我觉得都可以比较偏多来看待 比较大的挑战应该是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后 他们有没有去涨的空间 因为过去其实大概好像连续好几年 都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法说会之前涨完 那法说会之后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利多实现的一个卖压 所以可能我觉得在短线上 你要去做星云中沙 这个万润甚至说红硕这些股票 我觉得都还有空间 但是以这个时间点上面就留意到 它的越靠近到台积电法说会之前 我觉得股价震荡幅度可能容易出现比较加剧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高际 那高际当然这个礼拜相当强劲在往上走高的一档股票 那以目前它的一个股价来看 今天但又再度涨停板 又再度穿到波段的一个高点 所以它大致上就是有一点这种整理完毕之后 再度往上加速的公高 那一样它在这个礼拜四的时候 它爆出了一个波段的最大量 但今天很快直接用跳空方式去越过那个大量的高点 代表说昨天虽然说高档有一些所谓的或了解的卖压 但现今阶段新进的买盘 对它的一个操作上来讲反而更加的积极 所以以它目前的一个走势上来看 我觉得下个礼拜当然先观察一下 它在这昨天的一个大量的高点 跟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开盘的低点 大概97块附近 只要这个价位不被有效的跌破之前 我觉得都有机会维持一个震荡往上的一个空间 那再来我们看到在上全 那当然所谓的一个上全 它也是AI相关概念当中的一个收费的股票 那一样就是说 它今年以来其实波段涨幅也非常的可观 大概是翻倍以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个股 那以它现阶段的一个走势上来看 它也不是说已经连续拉了好几根涨停板上去 它也是比较偏向就是说 涨了两三天整理个一个礼拜 再往上涨两三天 目前来看我觉得它这样的股价惯性 并没有太大改变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上全 从四月份到六月份这一波 大致上我觉得它惯性就是三根的长红棒之后 那后面可能就很像盘整一段时间 所以一样就是说你手上有的人 但这边我觉得就是持五续棒没有太大问题 今天是高档的一个黑K棒留了上下影线 所以这个下影线的地点没有破之前 你就持五续棒 那如果你空手的人 如果他过去股价惯性没有太大改变的话 你可以等他下个礼拜 亮说很像盘整 那也许又回到五续先附近的时候 去低界进场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